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12月7日 欧洲理事会的大佬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的老大冯德莱恩飞到北京 与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强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 想象一下 这场峰会一定气氛紧张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说错一句话引起对方不快 峰会后 中共发表的声明就像是老套电视剧里的和平宣言 强调咱们有分歧 但不要因为体质不同就互看不顺眼 有分歧很正常 不必非得对着干 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说 哎呀 虽然我们有点小摩擦 但咱们还是好朋友吗 然后 欧盟那边就像是那个直来直去的朋友 不避讳的把双方的分歧都摆到桌面上来了 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在说 咱们确实有不少问题要解决 别光说没事 咱们得认真聊聊 看来 欧盟和中共这次的交流可谓是一场充满微妙气氛的外交舞会 双方都试图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表面上的和谐 但显然双方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场合就像是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搞砸了 先说说欧盟吧 他们在中欧峰会后发表的声明就像是一份精心制作的菜单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菜品 战略外交 人权 贸易经济 气候环境 数位议题等等 这份声明就像是在说 嘿 看看我们这次聊了多少重要的东西 但实际上 这次峰会就像是两个人聊天 聊了很多 却没怎么解决实际问题 再来看中欧峰会后的情况 欧盟领导人自己开新闻发布会 中共那边则是低调处理 避免了媒体的直接对话 这就好比是在告诉外界 我们聊得不错 但具体聊了什么 嘿 那就不一定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 欧盟对俄乌战争的关注 他们在声明中提到 期待中国能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 来制止俄罗斯的侵略 这就像是在暗示 咱们知道你们中俄关系不错 能不能在这件事上帮个忙 而中共方面 则是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更多的是强调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这就像是在说 俄乌战争 哦 那个呀 我们主要是想谈谈生意 其实双方彼此都很清楚 中共需要欧洲市场 来对抗美国的压力 而欧盟则在俄乌战争中 寻求中国的支持 这场交易 看起来既复杂又微妙 每个步伐都充满了战略意图 欧盟在声明中 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进行了强烈谴责 并重申了以色列的自卫权 这就好像是在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支持以色列 反对恐怖主义 同时 他们还强调了对巴勒斯坦的人道援助 就像是在试图平衡两边的关系 不让任何一方感到被忽视 而中共的立场就比较微妙了 他们既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也没有支持以色列自卫的立场 他们的声明中 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了 推动解决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 这就像是在回避 直接回应这个敏感话题 这种做法就好比是在说 嘿 中东的问题很复杂 我们在这里只是想出一份力 欧盟公布的一一欧元的人道援助数字 与中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欧盟的这一举动 就像是在比赛中 打出了一记漂亮的上勾拳 而中共则只能在一旁尴尬地微笑 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中共显然不愿意在这个敏感话题上 与欧盟产生太多的摩擦 毕竟他们更关心的是 维持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这种策略就像是在走钢丝 一边要维持与中东地区的关系 一边又不想太得罪欧洲 习近平在会见欧盟领导人时的态度 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棋手 他知道中美关系已经变得紧张 所以特别强调了与欧洲的合作和避免对抗 这就好像是在说 嘿 我们虽然有分歧 但没必要变成敌人 对吧 这种策略就像是在棋盘上 走了一步和平棋 轮到下午 李强会见欧盟领导人 他的言辞中透露出 对欧盟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的担忧 这就像是在棋盘上小心翼翼地移动自己的棋子 试图防止对方的攻击 他的话中强调了 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这就像是在提醒欧盟 咱们都是做生意的 别搞得太复杂了 欧盟方面的声明 则像是在棋盘上 补下了一张大网 他们提到了 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和市场失衡的担忧 这就好比是在告诉中共 我们知道你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也有我们的招数 欧盟的态度 就像是在棋盘上摆出了一种防御姿态 同时暗示 如果对方不改变规则 他们也有应对的方法 最终 这场棋局展现了中欧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明显分歧 中共在这方面的立场难以掩盖 而欧盟也在慢慢布局 准备应对可能的挑战 这就像是两位棋手在对峙 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当然 中共发表的声明 措辞都是意图对内宣的稳定和控制 新华社的一贯内宣文章 就像是在给观众展示中共的自信一面 他们高调宣扬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 好像是在说 看 我们自己的市场就够大了 外部环境怎样 我们不怕 但是 当转到中欧峰会的场景时 中共的态度就变得更加谨慎 他们在会上对欧盟领导人说的话 就像是在暗示 我们需要你们 希望能继续合作 然后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发言 就像是在电影里 引入了一个新的情节转折 他提到了石墨出口的问题 这就像是在暗示 你们的决策也会影响我们 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战略自主权 这段话 就像是在给中共发出一个警告 中共的声明 就像是在努力维持外交礼仪 同时隐藏自己的担忧 他们的言辞中充满了坚持对话 反对对抗的口号 这就像是在尝试平息局势 避免激化矛盾 但从他们的声明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 对欧盟可能采取反制措施的担忧 不难看出 后战狼外交时代 中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角色 一方面 他们试图展现出自信和独立 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得不面对 与欧盟合作的现实需求和挑战 欧盟在声明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 台海紧张局势 东海和南海的不稳定 人权状况等 都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而中共的声明中 对这些内容只字未提 这就像是在走钢丝时 故意忽视了下面悬着的大火 再来看中共 在环保和疫情合作方面的态度 欧盟的呼吁和中共的沉默 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低调的态度 实际上就像是在走钢丝时 故意低头 避免直视下面的困难和挑战 但这种策略能维持多久呢 毕竟 国际舞台上的观众 都在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中共可能在短期内通过低调 来避免直接的冲突 但面对欧盟和美国 在核心安全 贸易平衡 人权等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这种低调的策略 似乎难以长久维持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